10月,假思乐将会举行慈善演唱会 庆祝他入行50周年 这日记招上,Louis更获多位圈中好友到场支持 包括陈伯祥和太太黄杏秀 肥妈,彭嘉丽,蒋家莹,Kelly Jackie 朱子瑶,黄逸,小肥,韦尔山,廖安丽 黑妹,朱晨丽,吴丽朱等道贺 全场仲大合唱生日歌 预祝Louis接下来70岁生日 Louis即场献唱英文经典歌座兴 演唱会记招,很多朋友来支持你,很感动 很感动,也很感谢他们 因为很多朋友白忙中,有些人在工作 有些人在拍摄,但有些人在拍摄之中 飞车过来,特地来支持,一定要支持 就算是一半开始了,他们都说 都要来看你,都要来支持你 所以我很感激他们 为什么要10月搞这个庆祝呢 因为10月内,我就庆祝了70岁的大寿 我知道,你跟着说,你真的不像 我知道的,很多人现在出街都说我不像 很多人问你,究竟怎样保持 你有什么贴士的? 好了,又要说了 我这个医生不能说他的名字 因为他说你不用说我的名字 这个医生我12年前,我进去医毛索 他有跟我说 Louie,你知不知道,你是我的偶像 让我让医毛索你一个月来一次 我可以保证你的皮肤 我的外表会健康、漂亮 我说,很好 当时我第二句就是,多少钱 我说,傻子 你是我的偶像 我不会收你的钱 我只要你漂亮 因为你在我心目中不可以老 我说,好奇 肥妈和黑妹姐 连尾都会合体开展 肥妈还预告 他们已经设好中年好星的儿子 来坐镇了 年纪大的女人 就喜欢年纪小小的男人 有哪个人呢? 走不掉,古卓文 是… 够了 不能说吗? 当然不能说 总之我们有几位英俊 不,Louis也英俊,你别吓人 Louis英俊了几十年 跟我们一样 我们是几十年都这么英俊 没错 你死不吃虧 你也英俊了七十年 七十几 你很小吗? 你也六十几 真是坏 只小你小小 不是小小,七年 我承认 我承认 参选港姐之前 已经一早认识Louis的珠珠 完成了选美梦之后 他最近又想重拾自己的歌唱梦 最近我也尝试了和我的朋友 他说是可以帮我尝试去录音 第一次录音 原来呢 我没试过的 原来录音是很特别的 所以我就觉得 原来做歌手够不容易的 现场场和录音室是完全是两回事的 所以很多需要技巧 需要学习 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希望可以吸收多些经验 那么 发掘一下我的优秀的歌声 是啊 可能到时都可以设计多些你的歌声 走多一条路 唱下主题曲 或者是灯牙台都很好 和黑妹姐一起 好,好,期待 谢谢